今天我们来吃一道最传统的小煎土鸡 只需要油盐酱醋最简单的调料做出来的美味 顾名思义鸡的话肯定就一定要用土鸡 如果是二种饲料鸡的话煎出来就没有口感 全部都载成大小均匀的块 毛毛盐 胡椒粉 花椒酒 再来上一点姜葱 下手给它抓转抓转的 先腌制起来 配菜来准备一点小的青红二斤条 切成这样的火口 吃个比较辣的朋友可以用青红的小美辣 姜葱蒜也准备一点切成火口 青红花椒再一样来一点 这道菜所需要准备的东西就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要炒了 用润浆本地的这个纯菜籽油来炒 炒出来才更香 第一步是先要把锅制一下 不然深爆鸡肉很容易粘锅的 把锅制好后下鸡肉 其实这道菜的话最好是用柴火大造炒 炒出来更有锅气更香 先用大火把鸡肉的水汽全部炒掉 水分渐渐炒干过后 把里面的这些姜葱粘出来不要 紧接着下入这一碗小料 继续地用大火炒转 来一点点酱油 既上色又有一个齐鲜的作用 烹一点花椒酒 再来下入青红椒口可 继续地用大火翻炒均匀 来一点糖 盐 鸡精 起锅前烹一点醋 主要是其味增鲜的 不是增加酸味的 这样炒出来的鸡肉 保证是好吃的不得了 我先尝一头 让它关火出锅就行了 把它吃得很哦 看起来就特别的安逸哦 咱们今天的小煎土鸡就做好了 蒸子煎出来的鸡肉超级的香 用最简单加上的调料 炒出不一样的美味 喜欢吃鸡肉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走 去告一哈 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了 其实一个鸡腿就可以煎一盘的 我们这里是半只鸡 吃鸡肉没有 吃了 好不好吃 好吃 好香哦 你哪个也是鸡肉 嗯 昨天烧了汤 还有这个好吃 这个鸡肉香 刚刚弄火了才回来 还少煎一盘就香 今天早点 因为煎那种鸡肉比较简单 在一起这些煎就有事又不用烧 好香哦 一定要再来小坨一点哈 大坨的话 煎的就煎不香 就煎的 嗯 煎的不 嗯 就是炒的意思 嗯 嗯 你刚刚去看隔壁那个哥哥炒菜 炒的香不香 哦 真的香味了 嗯 穷人的孩子到当家 一边烧火一边炒菜 这是农村娃 我们小时候也这样子 呦 哎 他妈妈去干农活 他在家里面把饭炒好了 呦 哦 呦